马拉基先知责备祭司并没有带领以色列人 很好的敬畏神 众祭司啊 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 将荣耀归于我的名 我又使咒诅临到你们 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 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 我已经咒诅了你们 而那时的祭司轻忽了自己的身份 他们的身份是神曾经呼召立位 继续摩西把神的心意不断地传给以色列人 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 我将这两样赐给他 使他存敬畏的心 他就敬畏我 惧怕我的名 祭司轻忽了自己的身份 招致神的怒气 而今天的我们 是否也轻忽了神赐给我们的身份呢 如果我们已经依靠基督重生得救的话 按照圣经上的话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神借着基督 让我们都与这个尊贵的身份有关系 那么如今的我们 是否如同当时的祭司一般轻忽了这个身份呢 我是否有按照神的心意去把神的话语活出来呢 我是否有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呢 我是否带领着周围的人更认识神呢 愿神借着马拉基书第二章 亲自的对我们说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